这是什么单子啊 我要签那个请假 先请假单 对对对 紧急签完请假单 有的家长骑车在走自家小孩 还有不少国中生 不到中午背好书包 大门口等爸妈接回家 家里有家人可以带的话 我们都可以 时照临时通知尽量回家 因为板桥这间国中 有男学生采检后确诊 校方13号通知两个班级 54名同学和老师暂时不到校 但也传出这位确诊应届毕业生 有参加前100校排名晚自习 说这个个案没有在前100名 不知道会不会比较不好意思 不过他的确是没有 应该是有居隔者在前100名里面 学校防护自己先做 网络却流产 可能还有更多指挥中心 没说的未爆弹 我妹她是护士 他们说他们的医生群组 里面有学长学弟 在一些大医院里面 有筛检到台北市基隆市 都已经有筛检到几个确诊的案例了 基隆个案可能九十十二号 确诊五十岁妇人 尽管指挥中心强调 讯息以记者会公布为主 但地方消毒作业跑得更快 土城某大厦十三号晚上也消毒 因为社区贴出这公告 说三十九年次男住户 参加过新装狮子会餐序 五月十二号确诊 已经送医救治 同时提醒进出的人都要戴口罩 不少区域清销作业陆续传出 为何却迟迟等不到确诊公布 就是到六七点的时候 那知道就哪些个案 这个是确诊的 那这个时间是主要是说 因为我们还有晚上跟第二天早上 可以去做疫调 每天傍晚六点确诊收案 但地方防疫不能等 难免和通知有时间差 毕竟要等完整疫调再公布 避免恐慌四起